下面新闻的主人公 给大家看一下 是大屏幕上的小伙子陈格 刚刚被预录取为 浙江大学医学院血液病学的硕士 而为了这一天 小伙子准备了十年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要穿上这件白大褂 这考研的人很多 从小励志的孩子也不少 但陈格的情况他不一样 这十年前 他的身份是一位白血病患者 这时间倒回到2012年 当时16岁的陈格正在读高二 一天上课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这母亲急忙带他到医院检查 结果陈格被确诊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白血病 这三个字挺可怕的 但是小陈真的很幸运 他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院接受治疗 并且在2013年6月 成功地进行了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这手术挺成功 移植两年之后 陈格回到了久违的校园 2017年 陈格参加高考 并考取了浙江某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之所以学医 也是因为自己曾经患病的经历 他说呢 当时我记得 在这个移植舱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是迷迷糊糊的 这一群群身穿白大褂的人 是进进出出 告诉我一定要坚强勇敢 现在自己也想成为 鼓励治疗他人的人 临近本科毕业 陈格需要做一个抉择 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方向的医生 而在一次定期的复查当中 他就询问了 当年给他做移植手术的 浙大医院院长黄河 他说黄医生 我能够成为一个血液科的医生吗 你猜黄医生怎么说 怎么说的 他说我觉得你比其他同学 更有资格学血液 因为你战胜过血液疾病 因为患过白血病 因为医学获得了新生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于是陈格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血液科医生 他说 十年前我曾经是一个白血病的患者 今天我有一颗坚定的心 希望成为专业的血液科医生 去救治更多曾经的我 有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小陈的心愿达成了 那目前呢 陈格已经被预录取为 浙大医学院血液病学硕士 从自己被救的地方出发 去救更多的人 真棒 看到小陈的经历 很多的网友呢也为他是纷纷点赞 积极向上的人生 小陈加油啊 期待你也成为一名好医生 也希望更多的白血病患儿 能够从中看到希望 获得力量 拥抱幸运 加油 陈医生